中國社會科學院日前發布的 《中國社會保障發展報告》指出 因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加快 導致尚未退休的個人繳納的養老費 被用來支付給當期退休者使用 造成為退休者個人帳戶成為空帳 養老金權益債務實際上處於隱性負債狀態 報告還指出 2015年養老基金入不付出的省份有6個 到2022年入不付出的省份將達到13到14個 接近全國省級單位的一半 養老金支付面臨危機 据瞭解 中國養老金收支無法平衡的情形 在2011年就開始了 以後越演越烈 去年7月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 甚至一度推遲發放養老金 外界多認為 這是中共一胎化政策 造成社會人口老齡化 導致勞動年齡人口不足 進而影響了養老金的良性發展 但是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 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認為 事實並非如此 他分析說 一胎化政策已實施30多年 中共對中國人口增長的模式或速度 應該有非常透徹的瞭解 它在制定養老金政策的時候 就應該把這個因素考慮在內 因此 一胎化政策絕對不能成為養老金失控 出現缺口的藉口 對 實際上就是政府的過錯 政府的濫用權力造成的 謝田還指出 中共實施的養老金制度 並沒有把所有民眾都納入保險體系中 包括中國人口的主體 中國農民 江西農民孫女士表示 他們農民試買農保 一年交100塊錢 滿60歲一個月領60塊錢 滿七八十歲的農民一個月領80塊錢的養老金 再好一點的就是吃低保 但納藥有一點關係 領得養老金稍微多一點 而他本人則是買社保 保險金額是逐年調升 現在一年要6000多塊錢 社科院的報告還顯示 養老保險費率下調已成大勢所趨 目前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總繳費率為28% 其中企業繳費為20%左右 個人繳費為8% 為減輕企業負擔 養老金繳費率可以下調至16%到20% 如此一來 養老基金缺口的填補和企業負擔的減輕 就無法同時兼顧 謝田認為 這是個自相矛盾的方法 中共調降養老保險費率 主要是因為民眾和企業繳費的意願不高 民眾不信任中共來管理這一大筆養老資金 企業界在中美貿易戰以來 已有幾百萬家中小企業破產 因此他們也在停止繳費 如果中共經濟繼續惡化 養老金缺口還會繼續增長 對於中國面臨養老金支付的問題 四川上班族張先生說了一則前蘇聯的笑話 來表達他的心境 他說 一個公民到銀行去存款 然後這個公民問銀行的職員 我的存款會有保障嗎 銀行職員說 有保障的 因為我們銀行是國家做擔保的 那個公民說 如果國家都崩潰了呢 銀行職員回答說 國家都崩潰了 這點損失你難道不願意嗎 中共養老金虧損的問題 它依然會年年發生 不會獲得徹底的解決 謝廷認為 中共現在有更多更大的社會問題需要考慮 而養老金問題在共產黨的執政危機之下 在全中國大的經濟問題中 只是巨大波瀾中的一個浪花而已 中共當局並不急著解決 那麼 民眾該如何應對呢 除了無奈的接受 前蘇聯的極權統治歷史教訓 或許值得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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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